降丰营区弹药库发生了爆炸意外 让国民党基隆市议员吕美龄 他最近受访的时候呢 是当场跟民众争执 引发了所谓的逃打风波 那么现在呢 这个吕美龄他除了道歉之外 更表明要退出国民党 不过呢 在地方却因此盛传 这个吕美龄呢 他有意退出国民党 他要加入民众党 甚至是要批白袍来参选立委 对此呢 民众党前秘书长这个谢立功 他曾经多次表态 他要投入基隆立委的选战 谢立功在脸书po文表示了 他说吕美龄近日争议的言论 以及是否要加入民众党等相关传闻 希望党中央尽速查明对外来公布 以减少对民众党的伤害 好但是此刻呢 民众党中央并没有做出声明 那至于国民党方面 他们则是对于吕美龄 他的退党意愿表示尊重 好人民辛苦干活 缴的纳税钱 你我都缴纳税钱吧 都花去哪里了呢 蔡政府花了8400亿前瞻计划 金爆轨道完工率 竟然只有5.3% 柯文哲质疑了 到底钱花去哪里了呢 他怒轰 国家失控 政府无脑 一堆贪腐案件 政府根本不敢说清楚 讲明白 一听到民进党自称很清廉 柯P当场笑了出来 立平2024有人说全民要当反贪大联盟成员 下架民进党 民众党抓爆蔡政府8400亿的前瞻计划 轨道完工率竟然只有5.3% 困扯大骂民进党 你把钱弄去哪儿 每次最气的就是这个 一开始没有口罩 没有疫苗 再来没有PCR 再来没有快晒 再来没有药 所以我搞出一个高端疫苗 8394亿 钱花在哪里 全瞻计划的轨道运输有38样 我才不相信38个同时开工 政府要有担当 你要做决定 他说这个轨道建设是地方发动的 我们中央是配合 那你干脆中央政府关门起来就好了 你只是负责给钱的 你根本没有规划 所以整个国家是失控的 政府是没有大脑的 民主骂贪腐 民进党却说自己很清廉 柯文哲一听当场呆掉 民进党说他们很清廉 你认为呢 他哪一件说清楚的你告诉我 绿军抛红柯文哲 不尊重女性是带头丑女 而网军出征铺田盖地 柯文哲这么抢民进党 那个一个党里面 一大堆性骚扰的 又痴案又性侵 又什么村外情的政党 然后每天在讲别人丑女 你要不要自己回去监检讨一下 柯文哲怒战执政党 贪腐无下限 但能否成功政党轮替 还得看百姓的选票如何决定 记得杨七号 去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导